北京时间11月9日,2018年中国羽毛球公开赛,混双的一场四分之一决赛,印尼组合埃玛德·奈希尔领导二不敌中国队的和启庭杜绝, 随后印尼与鞋的官方社交平台上发布了这也许是我们最后一次,看到埃玛德·奈希尔大当打成了,的内容,以此宣告奈希尔的退役,也发网友强烈关注,印尼与鞋的官方社交平台上写道,一次奥运金牌,两次世锦赛冠军,三次全英冠军,还有许多数不清的荣誉, 但今天,也许是我们最后一次,看到埃玛德和奈希尔大当打球了,让我们一起致敬他们,实际上,在打完亚加达亚运会后,就传出过纳希尔,将要退役的消息, 但他仍然与老搭档埃玛德又参加了几战世界雨连的巡回赛,但看来这一次,纳希尔真的要离开赛场了,已经年满33岁的纳希尔, 是过去十多年时间里世界雨盘最优秀的女子或双球员之一,也是中国队在过去四个奥运周期里最重要的竞争对手, 他在早期时候的混双大盗是维迪安托,两人的搭档夺得过两届羽毛球式锦赛冠军,以及非常多的世界雨连超级系列赛冠军, 在维迪安托退役后,纳希尔的搭档换成了埃玛德,这对姐弟组合也曾渡得过两届羽毛球式锦赛冠冠军, 并在2016年里约奥运会上渡着金牌,纳希尔的奥运冠军梦终于在32岁的时候得以实现, 这也让他萌生了退役,遗憾的是,在本土冲击亚军会金牌, 无果让他成就大满瓜本页失败,如今,这位世界雨盘的传奇人物, 终于到了要说再见的时候了,让我们祝福他。 感谢观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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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